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哥洛西书三章的第七到第十节 题目是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哥洛西书三章第七节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保罗说了 神的愤怒是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 那么谁是悖逆之子呢 括号 Children of disobedience 原来我们曾经都是 并且曾经都在那悖逆的事当中活着 悖逆之子就是行悖逆之事的人 而悖逆就是不服从神的规矩 神所定的这些规矩都是好的 目的是让这个世界可以永久长存 然而撒旦控制了这个世界 他不再顺服神的旨意 专行悖逆之事 并且要人也要犯罪 也要悖逆 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虽然不认同撒旦 但是却是认同悖逆之事 因此就成了悖逆之子 这虽然要比拜鬼魔的撒旦之子 要好些 但是人就终究要面临神的愤怒的 好在这种子女的关系 并非是血缘的关系 我们只要不再行 并且弃绝那些悖逆之事 那我们就不再是悖逆之子了 不但要不再行 甚至连说都不可以说 想都不可以想 于是保罗在这里又列举了 恼恨愤怒恶毒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要我们也要远离这些 恼恨和愤怒恶毒 这些并不是什么行为 就算用律法也没有办法 有效理规范和什么责罚 因此就算是所谓 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 但当中也是充满了 这样的情绪和想法 而毁谤和误会的言语 虽然是有律法禁止 但是在执行上 却不是真的有成效 你是没有办法阻止一个人 在私下无人之处 他自言自语的 从这些言语和思想的下一步 那就是淫乱误会 邪情和恶欲了 以色列人是靠着律法 来拦阻这些事的发生 而是贪婪 更是明明的 在被允许的范围之内 或者是在没有人管得到的地方 丰盛而壮大的 像是律法当中所规定的 七年一次土地要修根 就没有被以色列人认真地遵守 反而是贪婪所带来的果效 像是富裕了 像是丰盛了 就被以色列人高捧着 而保罗所传的福音 在这里就明言 要信徒要对付这些 不但不可以有这种行为 甚至连这些话 连谈论都不可以谈 想都不可以想 虽然在教会里 并没有律法的规定 也没有教规来管理 没有罚则 但是这些事情 就是要靠基督徒自己对付的 那么从保罗的时代到如今 两千年过去了 那效果理想吗 相信不用我说 你们大家也都知道 在有的人身上是颇有成效的 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基督 耶稣的荣光 但是也有人信主几十年了 依然离这个目标很远 所以福音也宣讲两千年了 并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 也同样是这么久了 大家也都说是信而受习了 只是这些结果 仍然是因人而异的 保罗说我们应当 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并且穿上新人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脱 脱去 另外一个是穿上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动作 是要做的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行动 而且是两种不同的行动 并且这里面 当然是有一个顺序的关系 首先就是必须要 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若是旧的衣服没有脱去 那又怎么能穿得上新的衣服呢 总不能把旧衣服 永远包在里面吧 耶稣基督的恩典 帮助我们看清楚了 那旧人的衣服 并且可以说是 帮我们把那个最难解的扣子 都已经解开了 我们所要做的 便是把衣服脱下来 然而福音虽然已经指出 那个旧衣服是又脏又臭 有爱身体健康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紧紧的抓住那旧衣服 不肯脱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旧身衣服 是合身的 穿起来舒适的 而且还因为这个衣服 虽然是脏臭 但是它最起码可以抵挡 那个现在所刮的冷风 而新衣服又在哪里呢 我怎么看不到呢 新衣服真的能抵挡冷风吗 就是这个心态 阻止了基督徒的心意来更新 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虽然总是照常的去教会 却在灵里面 却一直穿着那旧人的衣服 也行那旧人的行为 请问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 愿上帝怜悯帮助我们 我们要到下一篇再来讨论 如何穿上新人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